现如今汽车已进入千家万户 平时在街头能看到各种车型 在众多车型中 敞篷车的数量相对较少 在很多人印象中 敞篷车一般都是年轻人驾驶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近日64岁的演员张峰义开敞篷车被网友偶遇 说到张峰义 大家并不陌生 他在演艺圈已经打听了40年 绝对算得上老牌演员 64岁开敞篷车东风 真的很潇洒 有人说他开的是宝马225 也有人说他开的是宝马Z4 甚至有人说他开的宝马价值500万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贵 张峰义开的车属于宝马4系敞篷车 型号为430i 2.0T4等发动机 最大马0252匹 一辆宝马4缸车怎么可能卖500万 这款车当年的指导价为67.6万 他的车用的是护文车牌 上海的蓝牌比较贵 均价算9万吧 原车加牌落地价80多万 记得当年这款车有优惠 如果优惠完 落地价70多万吧 张峰义1956年出生 1980年就开始演戏了 1981年 张峰义音主演电影《罗托翔子》 被观众熟知 《罗托翔子》是他的代表作 除此之外 人民的名义 赤壁 霸王别姬 五妹娘穿起 历史的天空等也是他的代表作 一位曾影40年的老牌演员 开一辆70多万的车 很正常 对普通人来说 宝马4系还是比较贵的 不过相对演员来说 这个价钱的车已经很便宜了 要知道 现在很多网红都开老4S 说句实在话 这个级别的车在娱乐圈 只能算平民车 当了半辈子演员 考本事吃饭 看一辆敞篷宝马不算过分吧